來我接下來請教政院長 政院長2013年的時候是不是去韓國考察他們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是的 請問在那一次的考察當中 您所提出來具有前瞻性的問題是什麼 韓國是以陪審制 您不用跟我介紹韓國的制度 韓國的制度我非常的熟 我只是具體的問喔 您那一次在韓國考察的時候 您所提出來具有前瞻性的問題是什麼 關於人民參審制度是有很多種 你知道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嗎 因為在你們台南高分院法官所提出來的書面報告當中 說出發以前要求每一個參與的法官 到韓國去以前要把所有的資料都熟讀完 提出一個具有前瞻性的問題 我現在請教您 您在韓國那一次考察的時候 您所提出來具有前瞻性的問題是什麼 報告委員 其實人民參與審判 並不能夠一蹴而成 這個我了解啦 現在您不用跟我討論說 就人民參與審判推動的過程 因為作為這個研究這個制度的學者 我非常的清楚 謝謝那個委員的那個指導 那麼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關於參審 陪審以及現在的官審各有所長 那麼台南高分院 當初在擔任行政職務的時候 我曾經也試著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個就是科技法庭 讓全部能夠旁定 您推動科技法庭的成效 大家有目共睹 我個人也非常的佩服 但是我現在問題很具體啊 就是請問一下政院長 您那個時候去參加韓國的參訪 您所提出來具有前瞻性的問題是什麼 人民到底要不要 有參與裁判的這個區塊 那您考察完了以後 您所謂這個人民要不要參與裁判的 這個前瞻性的問題 您考察完了以後的心得是什麼 我自己本人是認為 不應該那麼急促 因為好幾次的模擬法庭 所以基本上面您對於 推動人民參與審判的這個制度方向 是持保留的態度 沒有 我覺得應該要繼續推行 那您覺得還要再推行多久 台灣社會才成熟到可以引進這個制度 報告委員 其實有好幾個狀況 很多的面向可以持著思考 沒有這個需要齁 制度上面需要考慮的面向 我通通都知道啦 是是是那個 大概中文跟外文的文獻可以念的 我念的差不多了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我後面還有問題啦 所以我只想請教一下院長 您覺得這個方向是值得推動 但是現在可能還不成熟 因為有實證 因為模擬法庭很多場 幾乎在嘉義地院的每一場我都參與 那他們有做裁判的時候 他們要做新證的時候 會發生很多很多的狀況 這我也了解 是是 所以在於這個人民參與審判 到底要不要是專家參與審判呢 還是一般民眾參與審判 就產生了非常大的疑問 這我也了解 那我現在只知道 我相信很多人也想知道 您的看法跟立場 那個論證的部分 我們以後可以慢慢討論啦 因為今天您如果只是在審判端的法官的話 報告委員 在40的這個區塊的時候 我相信人民介入的狀況之下 非常非常有幫忙 因為那個所謂的 就40認定的部分您是贊成的嗎 這一點我是贊成的 是官審參審還是陪審 還是到現在你還沒有確切的答案 其實三個制度都不太一樣 你參審也好 三個制度都不太一樣 這件事情鄭院長請您相信我 我也非常了解 現在我只要問你的立場是什麼 我的立場是說 繼續推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 確實是有必要 那我接下來請教一下鄭院長 民事訴訟法最高法院